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它含有特别的营养素 可以润肤 还可以减肥 所以广受名媛贵妇的喜爱 听说最贵的时候 一斤卖到一万二 这是有药王之称的台湾经线莲 根据很多的研究 发现它能够饱肝 抗癌 降血糖 所以也广受喜爱 但是因为栽培不易 再加上野生的几乎绝种 所以也很贵 好在台湾的栽培技术非常进步 现在这两大传奇作物 都已经栽培成功 而且价格平易近人 大家都吃得起 但是土种的 或者水耕的 或者LED养殖的 或者平栽的 到底哪一种栽种的方法 营养价值比较好 怎么吃才能吃到全部的营养呢 要健康就别走开哦 谁人介绍现场来宾 药理学博士杨玲玲 不只是药膳 这些滋补药材 当蔬菜吃更养生 营养师谢宜芳 营养师开菜单 高贵不贵 养生新食材入菜 生机饮食专家王明勇 简单的饮食 就是健康美丽的无敌秘方 有机蔬菜达人黄丽娟 炒菜不必加盐巴 顶级养生蔬菜 这样吃最好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冰花 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晶莹剔透 而且是非常的美味的感觉 听说最近非常非常夯 贵妇名媛都非常非常的爱 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看看 海苔里面放进两大片蔬菜 裹进苹果红椒丝 卷成蔬菜卷 但里头绿色蔬菜有玄机 页面有类似水珠的结晶体 这叫做冰花来自南非 吃起来口感像水果莲雾 但带有淡淡的咸味 业人引进后在澎湖栽种 一年只有二到三月才会收成 冰花含水多不用放一滴水 就能打成果汁 加上表面结晶体有盐分 清炒不用加盐就够味 其实冰花身价非凡 干燥款一公斤要一万二 新鲜的市场上也喊到 五十公克就要六百块 量少的冰花随着吃法多元化 也成了料理新宠儿 而且听说她对皮肤什么特别好 所以贵妇名媛很爱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冰花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叫做孙芸芸开始 因为她当时在她脸书上po说 她吃冰花非常贵 然后非常好吃 把它当做生菜沙拉来吃 不过她为什么叫冰花 因为她那个晶晶发亮的 对不对 看起来真的是 包囊 那个是包囊 他们叫做包囊 所以你也很早就听过冰花 对 其实好几年前去日本 他们的一些高级的这种 比较初始派的料理里面 他们就会用这个 对 它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的口味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咸 对 所以它就是在盐地特别适合 对不对 其实我们知道它就有点像仙人掌 那在澎湖仙人掌也非常的多 对啊 它就是一种仙人掌的植物 多肉植物 多肉的跟仙人掌是一样 可是它比较特别就是说 它会把那些盐分呢 它非常的耐盐 而且耐水 所以它会吸收很多很多的盐分 所以你们才吃起来觉得说 我不要做任何的调味料 就有咸物 它本身就把调味料就很天然的 而且它在海水里面 就可以生长 对 因为它会吸收 好厉害 所以它有吸盐的作用 可是我就想说 那我会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盐 就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是要重视这个 比如说你辣要摄取过多 比如说高血压或肾脏病的人 像这些就我们要很小心 可是这个实在太贵了 不可能吃太多 不可能吃太多 那个大家为什么那么疯 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吧 对 它里面来 我们的营养师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 它 基于它的营养检测 我们可以看它里面 贝糖活萝卜素含量非常高 是2850微克 腎石纤维也很高 甲离子也很多 1900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基醇类 跟维生素K 那基醇是什么呢 其实基醇在我们早期就是说 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 经常会有神经病变 那时候呢 我们就建议病人能够多吃基醇 它其实是维生素V的一种 它其实对我们神经 就是对我们神经 其实是有帮助的 譬如说它对一些像 糖尿病病人的一些神经病变的话 因为它有脚会麻会痛 那吃完基醇之后呢 它的症状可以获得缓解 后来就有药物出来 那在日本他们研究是说 像它的基醇 其实对脂肪肝有预防作用 那其实还有些研究认为是说 像失眠 忧郁 失智 过动额 跟自闭症的小孩子 基醇对它来说是很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最近他们研究是说 像有些女生呢 它有多囊性 卵巢症后群 是 发觉基醇其实对它有帮助 而且呢 如果说吃这些基醇的话呢 能够让我们的排卵功能呢 有些排卵功能失调化 其实是有帮助的 难怪呢 很多的贵妇名媛喜欢 因为听说它对什么除了卵巢 对皮肤 对减肥也很好 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尤其在摄影棚 我们就很担心 空气很干燥 皮肤会干燥 它是绝对是 可以给你滋涩嘛 对 它是最好的保湿的 所以他们说 这个最早就从日本传出来 对 日本女生 好喜欢吃这个冰花 然后他们说放在生菜沙拉上面 几根就很贵 而且做保养品 他们认为做保养品 其实因为有抗氧化能力非常好 很强 对 所以它对这个 尤其是保湿是一级棒的 所以刚刚讲说可以减少脂肪嘛 所以是减重 减肥减重 瘦身 对皮肤也很好 对 你刚刚讲糖尿 酱血糖 酱血糖 对糖尿病造成老人痴呆 也能够预防 特别有用 对 因为它酱血糖的话 最主要是它里面有个成分 叫做松唇 松唇是只有这个冰花里面 特有一些成分 对 那松唇本身能够让我们抗糖尿病的效果更好 有酱血糖的作用 所以其实想要减重 酱血脂 其实冰花是个蛮好的选择 那在吃法上面 一般几乎都是用生吃比较多 其实它吃法很简单 你只要沾一点任何其他你想吃的味道就可以 它的水分多到 你看我们只要这样子捏 一捏 会喷水 你看 它是用喷的 你看 没有 它这外面你看 这个水株 你说这是它的囊状细胞 囊包 这它的囊包 看起来就像是很多的水株一样 对 你只要这样轻轻一捏 你看它水分是用喷的 所以你看这个水分这么多 所以你看你打果汁的时候 你可能不用加水 对 我以前看 以前都是我买到的冰花都比较小 这个非常大的冰花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 去年 去年开始种 刚好就是元旦的时候 因为它需要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 然后所以呢 今年特别低温 对 特别的低温 今年很冷 然后呢 另外的话 因为它要沙子的土壤 然后有盐分 澎湖的盐分 还有阳光 所以呢 这些呢 澎湖有的这些天然的气候 跟环境的部分呢 刚好就是符合 非常适合冰花 是 所以真的是外婆的澎湖湾 对 沙滩 太阳 阳光 阳光 还有那个海水 墙风 还有鱼肥 还有鱼肥 对 因为那洪湖特别的 所以它的钙质的含量特别的高 其实它钙质也很高 所以它的土地里面含钙量比较高 是 因为它有稀矿物质的特质 所以一定要种在没有污染土壤 因为我看国外最近有些文献 都是针对它 譬如说在非洲有些地方土地有污染 它们会种一些冰花 来减少土地的污染 对 因为冰花这个蔬菜 跟所有的其他蔬菜不大一样 它是用 它是跟 人家人家在很娇贵的环境会种得出来 它是要越恶劣的环境越种得出来 真的 越冷它越开花 越冷它长得越好 越干 越平均 风越大 越冷 它都 这是所有其他蔬菜最讨厌的条件 它刚好符合这个条件 可是我刚刚也有担心 那如果说它特别会吸矿物质 那会不会吸重金属呢 就是这样子 这个会 所以刚才就是特别在谈到 一定要在干净的土地下 所以你如果在一个污穗的土地种的时候 这个土地会净化 可是东西都被吸到这里来了 对 那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栽培方法 那你们是用什么 你们是用土耕 完全是土耕 那我也有听过 就是像LED 像这盘就是植物工厂LED种出来的 也很漂亮 其实这样子肉眼 也看不出来差别 那就各位来看 就是到底这样子的栽培方法 它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至于营养价值不同的话 其实跟它的土壤有关系 譬如说不同的土壤 它其实植物是吸土壤的 那如果说用水耕的话 那可能它在培养这个水质当中 培养液要特别挑选 可能要特别的认真去 看里面的成分够不够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 要阳光 要水嘛 还有就是要土壤里面的营养嘛 那其实你如果单纯使用水耕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它一定要加上一个生长荷尔蒙 那这些东西对身体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那如果说它可以把这个土壤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刚才也蛮担心的就是说 因为它会吸收土壤中非常多的 这些重金属矿物质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土壤 我们能够经过的筛选 然后用干净的 我记得过去呢 在种那个巴西蘑菇也是专门吸这个的 所以大陆的巴西蘑菇 大家都不敢吃都是重金 那台湾他们就挖了很多很深的那种土 有没有 然后再去种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土 这干净的土壤 对 因为在阳光 其实呢 我们在照射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像这个UV灯 日光灯 那它可以选择适当的这些的光线 然后呢 它经过这个光合作用 那我们再讲到植物 其实我们生成的这个营养素 包括基纯 或者是松纯 这一类的成分 就是我们植物的二次代谢产物 它就要靠着这个光线 那你呢 因为现在科技研发 就是靠着这些光线的调整 那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 就是在经过科技的分析 可以看说 什么样的种植之下 它的这个基纯含量 是会最高 所以呢 这个 那因为现在大家只是 比较重视就是说 我种出来我有得吃嘛 那价位已经很好了 可是在后半部呢 我想那科技呢 一定还会再加进去 就再去分析 它的成分哪个是最高的 对 以前号称 这个一斤一万 那是干的 那生的也说 50公克600块 50公克600块 那500公克就一斤嘛 那就6000块 那现在呢 200公克80块 现在200公克80块就可以买到 但是你们如果土种的 就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对不对 是 有季节 是什么季节可以吃到 基本上就是在冬季 就是在冬季 就是在这一段 好 二月最多到三月就没有了 大概到几月没有 到三月 三月就没有了 温度就上来了 所以你在那个植物工厂的话 是就是全年通通都会用 对 它温度可以控制 大概像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是大概要200块左右 差不多 这样还没有一盒 对 差不多 它们其实一盒没有几片 对 真的吗 从灯 从这些 它的成本比较贵 成本很高 对 它的成本比较高 对 我们的阳光里面 其实它的那些 其实我们知道说 它的光的那个波长 是范围是比较大 那你如果说LED灯 其实它都有限定一定的 那个web lens 对 波长 所以其实它 是不是会跟天然完全一样 其实这之间还是有差异 还要再研究 所以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探讨 这个吃的这个好处以外 其实现在像朋友 我们他们在农业单位 甚至一些大学的农业机构 他们也做研究在干什么 就像刚才杨博士讲 要改良土壤 甚至改良这个植物 可以耐寒耐炎的这个特性 就说只有它有这个 很明显的特性 所以我们来研究它 看是不是别的蔬菜 也可以这样 然后就进化我们的土壤 甚至就不会有粮食危机 或者克服一些环境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地方 就种不出来 那就是因为它这个植物 本身没有这样的耐寒的 耐干耐炎的条件 那刚刚我们说 这个冰花生吃就很好吃 还有没有别的吃饭 怎么吃最营养 待会儿看